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鯨魚的種類 豬鱗 豬鱗是鯨魚的一個品系 算是鯨魚的一個品系 那他這個品系比較 蠻可愛的啦 那就是前一陣子我看到 那給我老婆他們看 就是他也覺得蠻可愛 那我就想說不然 把他抓進來 跟我孔雀魚混養看看 所以就是 我那個水族店 比較常買的那一家 跟他進了兩次 就是算跟他抓了兩次啦齁 那基本上 我回來還是有對水對溫 對水大概30分鐘 800CC吧 然後對溫30分鐘 這樣子 那基本上 像鯨魚這樣子我沒解憶 當下放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 好像 跟孔雀魚他的一個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他對人齁其實沒有什麼反應 不過我當下在 看 看那個水族店那邊 其實好像還好 不過 這也很難講就是因為你 有些問題是買回來的時候碰到 那買回來 第一個他的 不像是一般健康的鯨魚 其實其實魚都有一種特性 就是你他如果是健康的話 你能過去或是幹嘛 頭耳他是蠻有反應 他會很可愛 的樣子就會過來 那基本上 他對於第一天 頭耳下去 因為我其他魚種嘛 我頭耳下去 其實他也沒什麼反應 游泳的部分有一隻還有點血 那 因為當下我是給水族館的人繞 他隨便繞給兩隻 不過看那個好像還可以的樣子 就是好像也還好 不過就是很難講 因為抓進來你才會發現 他活動力好像不對 因為他 豬靈終於在 他的病程其實蠻快 如果他在眼睛身邊 我覺得他病程蠻快 因為他隔天的時候 就是大概兩隻都 走了 其中一隻我有試圖要救他 我要弄到隔離鋼去 因為 找他送小孩去 看醫生的時候 我發現他塞布一直在出血 那這樣就很怪 因為其實他 那如果你外表看他沒什麼樣 他塞布在出血 那代表他是裡面已經有問題 那另外一隻是 抓回來仔細看 影片上應該可以看得到 他尾鞋的部分有那個 血絲有沒有 那這是鯨魚的一種 病啊 那 就是 沒有辦法 因為抓回來 當下我沒有仔細看 說真的 那就 所以為什麼說 有些人去水管店 水塑店找 就是要小心 但是這沒辦法 啊就這一次買 他們說這是進口豬 那進口台產其實都 都有人說有好有壞 那但是 畢竟進口會比較有 痾 當然他比較漂亮 但是他有弱勢的地方 因為他 也不知道他運送時間多長 密度多高 那他放的臨時的那個池 到底是怎麼維護 不知道 所以其實 恩 有些病程 其實到你手上齁 到你買回家手上 才會發作 那那個真的是 就不是我們 一般玩家水質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 要 要先確認 自己的狀況 不要著急的 就覺得說啊 自己有哪邊錯誤這樣子 好 所以這 有一天他就 這兩隻狗都走了 這真的沒辦法 也來不及救 說真的 也有下 跟後來有一隻有下 出現場是救他 但是 賣服啊 真的賣服啊 那再來 我這邊分享一下 就是 對於 一些 比如說 你比較不熟悉的魚種 或者是你想要 你第一次試養他 或者是說 痾 你想要有一個 比較詳細的紀錄 就是增加你的 判別能力 你可以做個筆記本 像我這樣子 就是 去寫一下 你對這隻魚的一些 基本紀錄 或甚至你剛補魚進來 補下進來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那 他可以幫助你找到一些 小原因啦 好 你可以快速 可能你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去 抓 你會比較謹慎一點 你可能就馬上可以 handle狀況 這樣子 那麼 我 當天 我就先把那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小缸 這小缸其實 它是 我想要拿來 飼養一些 比如說 新進來的小魚 或是生的小魚 之類的 或是未來做檢驗缸 不過 還沒完全整理好 後來 我當天就先把它整理一下 然後呢 我直接先調0.3%的 出鹽 加0.3%的出鹽 下去 下去 我再去另外一家水毒管 好 它算是 它算是連鎖 那一家連鎖 它的 它的 魚皮的品質 我是覺得是 比較 抗憂啦 但是我一樣去看它 因為我換了一覺 我就去看它 那 看它的 它其實裡面也是有幾隻 就是 已經沉在底下 然後 也不太會動 那樣子 就覺得其實健康的魚 不太是這樣 健康的魚應該就是 你人過去頭吃掉 它馬上就會衝過來 或是你人過去 它 你 其實這種 這些魚其實都是人工飼養 它在健康的情況下 其實它應該知道說 有人過來要飼養 它 它應該就會浮上來 去搶飼料 你 如果是會沉底 它也會沉下去找 如果說 這都沒有什麼反應的話 基本上 就不要抓它 那因為 我 我第一天去抓它 我是跟老闆講說 欸我要 助理 可以抓養子給我嗎 那一家其實 我常買蠻熟 但是 可能也礙於 進口的關係 但那個 它 我在猜它可能 自己也有一點風險 因為這個 我 聽得出來老闆娘 好像也 不是很喜歡進朱莉這種魚 齁 因為這種魚真的是比較 其實這個品系 算是比較焦弱啦齁 比較焦弱的魚 其實你要 你在照顧它 會要真的要花 比較有心理的心思 那所以呢 我就去 那邊抓了六隻 這次我是抓六隻回來 我 那抓六隻回來 我就直接先 就是做 先養在這個小魚缸做檢疫 我之後 大概養兩個禮拜吧 穩定之後 大概半 兩個禮拜 到半個一個月 穩定之後 我會把它搬到一個 新的1.5次缸 我到時候會進新缸進來 就把它做擴缸的動作 讓它做新缸 不過 因為這個缸子比較小 相對來講 其實對它們也有點危險 就是說因為缸子小水質變化大 水質變化大 水質變化大的意思是說 你的水質腐化程度會非常快 因為這個其實大概就是一隻缸的模式 12公升而已 其實很快 12公升6隻魚分1隻才2公升 鯨魚這種這麼大的魚種 其實比它的體型 一隻配比大概要4到6公升 會比較好 如果因為抓2公升 其實那個器物來講 是佛小型魚 1到2公升是佛小型魚 像珠瑩這個已經 已經有點快中 在中型左右了 他 把它試量在這麼小 裡面就是 你要更費工 但是也沒辦法 要先 對它做潛意 所以我 今天回答 我就直接先下你1.3%的魚種 這是 買回來 0.3%的出演 說錯了 那 就是直接對它做潛意 然後 開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它的一個活動力 所以其實 我看到有一隻還是 感覺是 他 會吃 但是 感覺到 他不是 非常的 有活力 但是他會吃喔 但是 所以其實我 我還會在觀察他個幾天 看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 加上我做筆記 其實我可以把每天的狀況先寫下來 看他改善的程度到哪裡去 對 如果不行的話 就還要再下 這樣 就是 可能要拉長治療時間 然後拉長 刀吻這些魚種 之後 我就是把它挪到 挪到新鋼去 這樣 大致上 目前拉 我已經 入手第三天了 所以我 人錄音 就是 會分天錄 這樣子 那目前大致上 他們對 我已經 有很良好的反應 不過有一隻 就是像我 剛 當初講的 就是有一隻 他 會吃 但是比較靜態 那 可能 他 他 外表 其實外表看起來沒怎麼樣 但是 其實我 我比較怕就是說 可能像 第一次抓回來那種 就是你 內部可能有什麼狀況 你不知道 那加上 其實我 其實水族用藥很多 都是那種 就是有顏色的那個藥 有沒有 什麼藍 黃 什麼那個 其實對 對於 我們的菌也是會有傷害 所以我有時候 我都沒有下那些 那種目前我就是 比較care 隨之 要 換表情 大概一天 三公升到四公升 那 我 現在 就是 先下大概 接近0.4%的出演 我在做第二次 第二 第二 round second second round的那個 對他們做治療 那 目前 看起來 其他五隻魚 非常的活潑 非常活潑 你只要輪過去 掉個東西 哇 他很開心的 就 完全是健康於一種 該有的表現 那 他會 很活潑的 有一個 跟你互動的反應 不過因為 這一缸裡面 我們要設登 那 預計就是 像之前講 就是兩週 兩週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我目前是設定在兩週 也不要拖到一個月太久 但是 也要看貨 魚缸新貨 然後 我還要再整理一下 這樣子 那 我會把它搬個 搬到新家 這樣子 那 下出演的部分 因為 朱鱗他 應該也不是說 朱鱗啦 就是 大部分魚種你也不能下 太重的 鹽分 太重的出演 比例下去 所以 但是朱鱗他比較叫鬼 所以我 沒有打算 就是給他下到太重 因為他下1% 他可能 怕會受不了 所以我一開始就是 大概0.3 0.4%這樣抓 就是 不要太重 那如果就是讓他們 就是慢慢治療 那加上這鋼小 他的變化比較大 所以 大部分啦 大部分的玩家 如果一開始 我不建議你用這麼小的魚缸 去養 這麼密度這麼高的鯨魚 因為 因為 很有可能就 過沒幾天 你就全死 全倒了 這個 很快 因為他水質變化 真的很快 鯨魚他 基本上 他就是 簡單來講 就是 吃蘿拉多 啦 鯨魚 就是吃蘿拉 越大的魚 基本上 他本來就是實際上越大 然後 就是會拉的越多 像我們人 我們人 一天要吃三餐 所以我們每次 上完廁所 對 就是會比較多 那跟 我們跟小動物不一樣嗎 那你看小魚 小魚就是吃少 就是拉少 就是這樣 那 這是相對比例上的問題 物種不同 相對比例上的問題 他本來就是 有 一個程度 才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就是說 在 就是如果要養新的一種魚 其實對他還是要有 基本的一個了解 但你比較 當第一次犯錯後 第二次 你可以很快去修正 就是 趕快去修正 他這個 狀況 參數或是 第二次你有沒有辦法 挑對於 把它拉起來 把他handle起來 像 我第一次抓的那一間 我 其實 後來隔天 有再回去 看那一間的魚 看那一間 我仔細去看一下 蛛林 他說 下禮拜還會再來 那我去看他 剩下的蛛林 其實他剩下的蛛林 尤其是已經 沉在下面半倒 在魚缸壁上 所以我基本上 我覺得 那一隻應該也快不行了吧 齁 所以其實他那一天 進豬年的時候 本來就六隻不多 這其實是非常少 齁 那其實 這一種 這種不還進口豬 台產豬 他 當然他 會因為 你的圓潤度 比例 身形 花色 包含他 他的 平息蠢不蠢 如果比較不蠢 他跑掉 他後面 尾巴會跑出來 我有影片給大家看 到時候 你就可以看一下 比較不純的 豬鱗 他後面會多一節尾巴 那一種豬鱗就比較便宜 你可能 呃 看店家吧 可能 搞不好二三十塊你就買得到 齁 因為那種就是退貨 他繁組 就跟我們羊蝦一樣 他繁組成黑殼蝦 然後繁組成水晶蝦 繁組成什麼蜜蜂蝦 他繁組了 所以 買豬鱗就是 當如果你要進一個品系的魚 如果你要確定好說那個品系是不是你要 他有沒有繁組的現象 或是這個品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他不會有繁組的現象 可能 自己功課先試一下去做好這樣子 好那麼最後就是來聊一下就是進口魚汁的部分 其實進口魚汁風險高是高在什麼地方 就是主要就是密度跟 呃 我們的所謂的里程 你看如果說我們今天 有些魚種我們可以在台灣自己繁殖 好 我們假設南北最南跟最北 再怎麼樣 如果假設我們今天在自己國家台灣 最南到最北你不過也就是 了不起給你一天的時間 好他一定 那個 我們的那個養殖場 送到 比如說中盤或是大盤 一定會到 那大盤 他可能再送到各家水管店 喔就各家水族店 各家水族店 好 比如說啊什麼 私人的就是他自己開的老店啊 或者是說啊就是連鎖的之類 好再送 就是這過程中都有很多過程 好 但是因為如果說是在本地 他的掌控跟時程 好 的效果上 對魚之傷害或是魚下傷害會比較小 因為 你 不用經過進口 你進口一下 你進口你就要經過爆關 然後你坐飛機 飛機里程多遠 你是從哪裡 新加坡進還是日本進 你還是從韓國進 還是你從更遠的地方進 理論上其實如果你 像活體 如果你 你把他拖得很遠 你 你可能從歐 歐洲進進來 那他真的很遠 那你想那個死傷會不會很大 而且說真的 如果 這些養殖場 他不可能一包 比如說 一包 他就打包十隻 然後 你跟他叫了上千隻 他一包打到十隻給你 不可能 他裡面的密度都很高 所以當他 里程這麼遠 密度這麼高 進來台灣還要先進爆關 延貨等等 之類的 你總要過一個光季吧 那個都要做啊 好 那好 那OK 那進進來之後 他總要有地方可以容身 他一定會有一個暫存池在 那 你 你想 進口的魚汁 魚蝦 經過這麼多的波折 十千密度 然後到 到 台灣來 然後進 下 下一個隱私池 在那邊 然後再 再奮屁 再送到各個 比如中盤大盤 然後 一批一批一批 一關一關的過 一關一關的到 一直到 水族店 然後到最後 我們是終端的 購買者 我們是終端 一直到我們手上 你想那隻魚蝦已經 遮疹都有多少吃 沒死也算亂屌命了 所以 為什麼當你從 水族館買回去的時候 他有可能 每幾天 隔天 或是隔兩三天 他就死了 那 這個問題 到底出在誰 你 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 一昧的去怪說 水族館 水族館無良 但是 真的是這樣嗎 就是有時候其實 你不要試一下看說 水族館賣這些魚 然後你就覺得他很無良 但是有時候其實齁 嗯 他進這些貨進來 搞不好是 他自己也已經死一片過了 但是 當然如果說 有一些比較有 堅持的老闆 他把他刀吻之後 其實他刀吻之後 他也是有死傷啊 今天 那些老闆他 把這些 活體進進來之後 好 但是他刀吻 他一樣他經過藥物治療 他一樣要下藥 要治療 要時間 他在治療過程中 也不是每一隻魚都救了回來 今天不是你下藥 魚就已經救了回來 跟我們人一樣 今天不是 給你治療 你就有一些疾病 你就一定很醫好 只是有機率 那他 可以醫好 可以活下來 剩下來的魚 就是他可以銷售的 那 有一些狀態沒那麼好的 或是有一些 真的就是 做生意嗎 有一些就是狀態會怎樣 他也不可能完全治好說 你要來買的時候 他有時候 他也沒辦法完全治好 的狀態下 他可能就賣給你 那他的狀況有可能還良好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人會說 你有一些魚買回來 你要檢疫 你要自己再做治療 所以有時候 今天魚蝦買進來 到自己的家裡 放到魚缸 他可能隔天就死了 兩三天就死了 有時候 你上網發文 你很容易就得到一個答案 叫做水質不好 所以你的魚缸 培菌不好 水質不好 要換水 要幹嘛 其實有時候你要 就是我們要思考一下 說 這隻魚蝦進來 的重點到底是 你要先care他哪一點 那當然如果你 很想知道說 這個活體是進口還是 國產 你可以委婉一下 問一下店員或老闆 我們問人家的態度也不要太差 或 就覺得說 這人家是無良商店幹嘛 其實有時候 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怎麼做 那些進口商店 進來他也是怕這些損失 所以他趕快脫手 脫手一層一層 一直趕快脫手 那 我跟你講就是 他也不可能放在這些東西死吧 會不會下 會不會基本治療 一定都是會 只是說 一定是基本治療 但是他 有沒有辦法活下來 這也是要靠 他自己本身 加上就是 最後我們終端 我們買到之後 我們能不能判斷 那 當然如果沒辦法判斷 因為我妹妹檢測 沒辦法判斷的 中皇蝦 他就是會 會走掉 走掉之後 你就是 假設就是 像我剛剛小學 就是你有一根筆記本 你就是這樣寄 然後 看他狀況怎麼樣 就是 你 其實這也是可以 不斷經濟你養殖的功力 跟你 你如果越接觸越多 你在這個領域 你可以越來越 全面性的 一個 算是 領悟啦 或是學習到 跟 加上你養殖功力的進步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是 也不要太 鑽牛角尖 但也不要 把每個人都看為 壞人這樣子 那 我們 當然也不要吃虧啦 但是就是 中他就是說 我們跟人家 先有良好互動 不管是 台產豬 進口豬 只要是會活的 都是豪豬 是不是 那 就是 有時候要看我們自己回來 要怎麼做 那目前我 狀況都還好啦 那只有一隻比較鯉群 像鯉群的那種魚 可能就 會死亡的機率比較大 好 那 沒關係之後 我 一個禮拜會固定 先記錄一次 然後再把它 make成影片 好 那就是 可能分享給想養助靈的人 可以做一個 參考 share 經驗交流 好不好 那其實今天廢話比較多 那 可能 這支影片 就是沒有那麼動的 那 沒關係就是 可能是 跟大家聊一聊 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 也能夠 讓你 覺得 重新去認識一下 這個水族 這個 這個領域 或是對你有幫助 就是幫我按讚 跟 訂閱一下 幫我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 下一支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